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身上那些我们处不到的光芒 舞台之上 灯光之下 他们璀璨如星 于时代上空绽放光芒 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拼全力 做到极致 这样很酷 坚持下来更酷 这样的生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和所想要拼搏的 我想 一搏就是这样一个人 热爱就要坚持到极致 喜 就要付出所有 在喜欢的领域创造无限可能 其自己最大潜力不是一定要赢 只是不想输而已 一搏每一次出现都像拆盲盒 永远不知道他给的惊喜有多大 当你以为他身上有这样的印象标签的时候 下一次出现就会变得更加惊艳 当以为解锁了全部的盲盒之后 就会发现 其实一 一曾打开最里面的才是最惊喜的 作为自己时代的年 作为自己时代偶像 拥有着太多的表达与拥有太想法 更会将这些想法付诸于实践 就像他所说那样每个人有每个人过的方式 我只是想把字做得好一点 这是一种他的态度原则 也是人生条 所以在这次官宣加入我的时代和我二 足够起更多的人的期待 我们每个人共处在时代的和中 拥有着相同或者容易的人生经历 听这些历者讲述他们的时代 也同样能够激起我们对各时代的反思 对自己人生的追求和目标的名 王一博官宣加盟我的时代和我二 灯光之外看王博的爱不面人生 王一博作为新时代正能量的偶像 表得到多方媒体的认可和表扬 这次能够有幸 更多的前辈一同加入录制这个纪录片 是对他生的一种认可 对待实力的一种认可 记录人生 短暂纪录片也让我们看到舞台之外的王一博 会是一个怎样的成长轨迹 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转爱不面的人生 如何实现梦想 如何将事业爱好 并在多种角色里转换 身兼多重身份 是主持人 是 是演员 是歌手 是滑板爱好者 是摩托车赛车 还拥有着其他的各种爱好 离开舞台 他是赛场 肆意驰骋的85号摩托车手 站在舞台 他是光芒似的顶尖爱豆 是银平兼演100位人生的青年演 是话筒前敬业专注的新生主持 时代塑造人物 物易成就时代 二十几岁的少年有着本不应属 他的从容淡定 对待未来目标清晰又勤奋努力 于尝试 绝不会原地踏步 更不会允许自己不进 欲挫欲勇 面对质疑也不言放弃 始终坚持着那 纯粹的热爱与执着 在娱乐圈的这个大染缸中 终保持着最纯粹 也是最初心的模样 对于大家 说真的烦期待我的时代和我二 想听王一博讲述 与时代的故事 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故事 去了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去了解他的成长 见证他的力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纪录片了解更多优秀的背后的成长 在这个纪录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各各页顶尖的人 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 看到他们自己梦想执着拼搏的模样 摩托姐姐们也更能了解许多王一博 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个二几岁的少年身上有着太多我们年轻人需要学的模样 时代优秀杰出人物的成功永远不是偶在成功的背后付出的努力 不为人知 期待透过的时代和我纪录片的呈现 这绝对是一部可以人成长 值得大家观看的纪录片 期待纪录片的初 期待见到每个人的成长 期待见到王一博更的一面 王一博王一博对汪涵的古早称呼暴露 天天兄弟们十宠一博 除去粉丝滤镜 王一博演的蒋仙云到底怎么样 校战空降新代言 品牌卡点时间太浪漫 瞎圈速递 关于校战的好消息 查收 校战携手白威带来新惊喜 再次开启新片 还有一场直播发布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